我今天会加一个游戏中的日子 嗯 对 很像那个健身玩 然后你在游戏的高抬腿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我们的小可爱还活着呢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Blind公园挑战人生第一次的硕西 听说一路上会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那我们就先出发 这车非常非常的神奇 司机在前面 然后呢 他拉着我们这一台车 我们现在去整个Shuttlebutt 我们用在 Temple 什么东西 有三十分钟的Reverside Wall 整个到河边 那到了河边之后就开始走Narrows 大概要走四到五小时 这样子 OK Let's go 嘿嘿 哈喽不还OK 像昨天的话是写Probable 就是比较不OK 然后 河里面的水是不能喝的 我昨天看了 谁要喝河里面的水 因为有致病菌 致病吸菌在哪里 谁要喝河里面的水啊 有人就会觉得那个天然Spring 可能想喝吧 哦 就觉得自己带个滴水器来滴就可以 就不用背这么重的钱 现在我们要下水了 然后 路口超级多的人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你好了吗 你试试看哦 OK 整个脚突然就变冰了 我觉得有一根棍子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防止你在水中滑倒的时候可以去撑一下 现在大概11点半左右 所以我们大概走了20分钟吧 20-30分钟 然后现在到了第一个有一个小瀑布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前方 还是有很多人的 现在有一些已经很多人在走回程了 但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才刚出发 然后面是很多人现在正在出发往这里前进 那这位小可爱走到目前的感想如何 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算是在中段 可以看到现在中午的时候 阳光已经打进了整个峡谷 大概1点45左右吧 大概1点45左右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岔路口 右边呢 是到了一个瀑布区 大概10分钟 我刚才走到右边 这边 还在进入那个瀑布区 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 slot canyon 河水本身并没有很穿 但是 雅骨切割得很深 看到这边有些石头 他说这个就是当河水涨起来的时候 水位会到这么高 有些地方的水流比较宽急 所以 你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边很显然的水比较深 等于拿着保护它的包包 相机都在里面 Sarina的机密防护 给大家示范一下 看 不是嫩到光 不是嫩到光 可以看到现在光有打了进来 看我们的小可爱还活着呢 要走 好 现在快要三点了 我们快走了三个小时 但我觉得走路没有很累 就是不是体能上那种消耗 但是一直踩石头 你的脚其实会很疼 希望我们等下三点的时候可以到吧 然后 我们还花三个小时走回去 对 我们有很像一个游戏中的一个 嗯 对 比较健身环 你还记得高抬腿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对 在走水路 在山谷里 对 其实就后面这边的水比较深一点 其实前面就稍微还好一点 真人版的健身房 抬高腿 腿抬高 抬高 抬起来 现在大约下午四点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地方 已经通过了Wall Street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大石头 这里 那这边的水深已经会到胸部 所以一般的人在这里的话 就会折返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先折返了 这条路的精华就是一路可以行走 所以我们就能听到不同的美景 每过一个转角 view又不一样 有人带着狗来 从Laneros 也是蛮厉害的 然后 阳光 非常的漂亮 有人说是像在仙境一样 或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今天很了不起 红车身装饭 拿着正根棍子 花了多久完成 八个小时 进行 连Serena都可以走啊 你们一定没有问题 他就这样一掰一掰的慢慢走 一直走完 他就这样一掰一掰的慢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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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